《境界法师》 你就好好修四地,它就修十二因缘,它修六度。 所以,我们以前修这个法门,我们叫之其然,而不知其所以然。 现在才知道,哦,原来是先以欲勾迁,后令入佛制。 因为佛陀知道,众生有什么欲望,有什么需求,修什么法门你容易上手。 我们修行,一开始是由因缘而上路,但是最后的成败在于观照。 如果后半段观照没有升起来,那你就一直活在因缘当中,就落入方便。 对你来说,就只有方便门,而没有真实像这件事情。 就是说,如果你没有理官的智慧,那所有的法门,对你来说,都是方便门。 这个法门对你的加持力就有限了,也真实像就开显不出来。 这样讲会不会有点深。 总括来说,就是三句话,开始在因缘,会归在理官,成就在佛道。 你就知道这个法门是怎么回事。 这个地方,大家要仔细想一想,这个是相当关键的。 如果你懂这个道理,再去操作法门,佛陀原始设计是怎么回事,你就很清楚了。 那么你就不会只是盲目地说,佛陀叫我这样做,我就这样做了。 你会知道这个整个来龙去脉,而且,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这样子,你来生育道十方诸佛,他们也是这样设计的。 也是先满足你的需求,为实施权。 最后你上路以后,那就不是需求,那就是理官了,各凭本事了。 同样一个法门,你会因为因缘而上路,但是你真正的成败,就在你用什么之鉴。 你今天用声闻的之鉴去念佛,你信不信,这个佛号就带你到涅槃寂静,没有带你到极乐世界。 但是,你在涅槃寂静的时候,会有一种力量告诉你,你要从涅槃出来,因为阿弥陀佛的佛号不是这样设计的。 所以,只是说,静果会产生差别,但是佛号会引导你从涅槃出来,会跟阿弥陀佛结缘,会听阿弥陀佛开示,再往前走。 而如果你今天有理官,你就会缩短很多的距离,你中间就不必停太多休息站了。 成佛之道,有很多人拉得很长,同样念一句佛号,而有些人,这个成佛之道,往生之道,却拉得很长。 就是因为你没有理官的智慧嘛,阿弥陀佛的佛号比你还着急,我有这么多功德,而你都不会开闲,你没有理官的密码,输入错误,是吧? 所以当你的支鉴提升了,诸位,你所修的一切法门,全部提升了。 偶艺大师说,诸法无信,尽随心传,心为菩提,一切法去菩提。 你不要怕法门跟不上你,我讲一句实在话,你的心水平到哪里,法门会自动提升到那个跟你相应的地方。 所谓,法心量等虚空,众生发心自小。 所以,你不要担心法门,说,哦,我现在水平升高了,这个佛号是不是不够用了? 不会有这种事情,你放心,绝对够你用的。 你的心是菩提心,是一心三观,这个佛号绝对不会仅仅带你到往生而已。 往生以后,它会快速地带你从初地到二地,三地,一直到十地。 当然,你也可以说是弥陀本愿的射手,但是你要把它开启。 就是偶一大师说的,你要跟它感应才算。 你要不会操作,你的水平就是想到你快乐的问题,那阿弥陀佛也没办法,他只能给你快乐了。 所以关键是,我们甚至准备好了。 刚开始学佛来自于因缘,但是你老是活在因缘,你老是只会要糖果吃,那你就完了。 刚开始从因缘上路,但是你的理观智慧一升起,法门就各凭本事了。 你是凡夫的之鉴,法门就给你凡夫的快乐。 你是往生的之鉴,这个佛号就给你往生的功德。 你是成佛的之鉴,佛号就给你成佛的功德。 这个就是开权显示。 诸法无性,尽随心转。 你不要管法门够不够用,你只要提升你的智慧水平,法门会配合你的。 这个就是开权显示。 这个就是开权显示。 如果 prison人可以在这儿的话,请不吝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 这个就是开权显示。 这个就是开权。 诸法无性,尽随心转。 这是开权显示。 就是开权显示。 我们一起连大型讨厥导。 这个就是开权显示。 这就是开权显示。 这是开权显示。